同志结婚已经迈入第四年了 安德鲁社公司身旁的同志朋友 也有不少人有结婚了 在你的工作当中有遇过同志的个案吗? 今年因为同事离职 所以我又重操就业 回任HIV的社公司业务 所以在我的HIV个案当中 当然有不少同志的朋友 但是比较多是没有出柜的 其他的也有不少是要酒饮的个案 当然也有很多是多重身份的个案 当你遇到这样的个案 你的加戏图画得出来吗? 嗨,我是HIV社公司安德鲁 正好最近有同志的新闻 像是同婚专法自从2019年合法化 今年已经进入了第四年 今年同婚者也能共同收养子女 在过去只能收养 在过去只能收养婚姻关系中的他方子女 今年开始可以多增加了共同收养的部分 这个部分与异性恋的婚姻是拥有一样的权利 让婚姻能够确实的平权 社工在专业上也要跟得上哦 2023年5月19日 有一则社会新闻 18岁的男高中生 继承了5亿的房产 结婚两个小时后 坠楼身亡 母鳩疑点 控谋财害命 这个新闻到了5月20日 家庭的状况被起底 像是八点档一样 台中身家5亿18岁的赖姓高中生 四日和夏姓男代书的助理登记结婚后 两个小时就坠楼身亡 复杂的家庭背景也随之浮上台面 意外发现赖姓高中生 竟然是妈妈和阿公断伦下所生的 也就是说赖姓的名义上的阿公 其实是亲生的父亲 律师王志德在脸书上分析 赖姓高中生家庭财产因如何配置 并贴出了一张家庭关系图 看懂赖姓男家复杂的血缘关系 且他认为此议题很有可能被列入 家事法的考题 不知道社公司的考试会不会出这一题 新闻中指出 据悉赖姓老翁与妻子结婚后 育有两男三女 其中二儿子患有智能障碍 但他却对二儿子的第一任印尼籍妻子 性骚扰 因对方不堪其扰 因此和丈夫生下一女后便离婚 后来赖翁在2002年间替二儿子再找了一个中国籍 成姓女子回台 没想到赖翁竟然和这位陆籍的媳妇乱伦生下了赖姓高中生 好哦 这个剧情有点复杂 里面谁跟谁在一起 然后又怎么了 但是家系图并不是很难画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完成这个新闻事件里面的家系图 社工画的家系图跟律师画的家庭的关系图有点不一样 社工的家系图里面有既定的顺序 符号代表应对应的人事物 本案我们的主角就设定是自杀的个案 通常我们在绘制家系图的时候要放三代 所以这个三代就是个案 个案的父亲 个案的祖父 所以我们就从祖父画起 祖父是男性正方形 那因为祖父过世了 所以要打叉 祖母是女性 所以要画圆形 那他们婚姻关系是纯绪的 所以要画实现 好 接下来他育有两男三女 家系图里面的画法是由大至小 由前而后 由上而下 所以画法要由左而右 依王律师的范本 家系图第二代的排法是男男后面是三个女 其中老二有智能障碍的状况 所以要在赤子的正方形上面画一条斜线 右下反黑或用斜线代表身心障碍者 这个画法在身心障碍领域或者医务领域 这种画法比较多 接下来就是后面三个女生 次男有两段婚姻 如果要画水平的画法 第一段婚姻要画在左侧 实现 如果是第二段婚姻就要画在右侧 由左而右 那这个case有两段婚姻 然后因为考虑后续的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画的方式 比较好的画法会是上下垂直的画法 那就把第一段婚姻画在上面 第二段婚姻画在下面 第一段婚姻要画实现 欲有一女 所以在关系线上面要打叉 第二段婚姻是结婚实现 第一段婚姻在第一段的部分标一 第二段婚姻实现 那个案要怎么画呢 在现行台湾法律是罪行法定主义 无罪推定 无法律判决前都应该按照婚姻关系的 存续中的时间点为主 所以很常见的是婚姻关系当中 在婚姻关系存续中 因为外遇、以夜情、约炮等等的情境下 发生了性行为产生了怀孕的状况 当孩子出生 在户籍的登记上面 仍然要登记是法定关系中的配偶 是父亲或母亲 所以这个案子 在还没有法律判决之前 所以要画在次男的第二段婚姻底下的一个孩子 好 那就是在法律判决之前的画法是这样 就完成了 如果有一方要确认亲子关系的诉讼 那在取得判决之后 才可以做生父的变更 如果确认是祖父所生 那加戏图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个部分 祖父与生母的关系会变成虚限 个案要画在虚线连结处 然后反黑 好 这个个案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状况 是有关于个案与另外一名男士结婚 这个是属于同志的婚姻的部分 同志是要怎样来标记画著呢 在加戏图当中 就是他原有的性别里面 加一个实现的倒三角形来代表 如果是男同志的话 就是一个正方形 里面画一个倒三角实现 女同志也是一样 一个圆圈 里面一个实现的倒三角形 如果是双性恋的画法 跟同志最大的不同 就是三角形 双性恋是虚线 那有人会问 如果是变性人怎么办呢 这个部分就是在现有的性别上面 加上原有的性别符号 所以如果他现在是男生 那就是正方形 那他是变性人 现在是男生 所以是女生变男生 女性圆圈画在正方形里面 相反的 如果是现在是女生 过去是男生 还有另外一种画法 也是都可以 就是说 先画里面 再画外面 以前是男生 画一个正方形 现在变女生 再画外面 画一个圆圈 把男生包起来 这个也是一种画法 看大家比较熟悉 习惯哪一种画法 我们都会知道 在加系图里面 正方形代表男生 圆形代表女生 三角形代表什么呢 在加系图里面 我们会看到 三角形通常都代表 认成怀孕未出生的胎儿 有朋友是以家庭为中心 作为工作方法的吗 会有把个案或宠物 画进去吗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 不生孩子养 动物比孩子来得重要 也有不少人把动物 宠物视为孩子 或者是自己的重要家人 此时就需要把宠物 放进加系图当中 宠物的代表是菱形 在菱形旁边加住 它是狗或者是猫 还是什么样的动物 最后 我们需要把加系图当中 同柱的家人用线圈起来 就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加系图 有的时候某些单位会加关系线 会让这个加系图非常的复杂 我通常是不加关系线 这样子比较干净 比较单纯 加系图是社工最基本评估的工具之一 可以快速的知道家庭的状况和组成 有机会我们再拍 加系图与家庭动力之间的一些 临创工作技巧 我是义务社公司安德 我们下一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